又大家好,我是白鱼头,欢迎收看本期世界盒子 这次我们将进行一次幸运方块大战 这里有十位选手 他们的种族,初始人口,领土,资源都是待定的 我们将通过轮盘的方式来抽取他们的开局条件 因此各位观众,在抽取之前 请将你支持的队伍打在弹幕上 我们的随机开局现在开始 首先来看一下红队的出身 这里先口头介绍他们的种族 看来红队是兽人 接下来是成队 成队是人类 再来是黄队 黄队是精灵 第四位,绿队 他们的种族是兽人 第五位,青队 种族是精灵 第六位,蓝队 种族是矮人 第七位,子队 他们也是矮人 第八位,白队 种族是兽人 第九位,黑队 种族也是兽人 第十位,宗队 种族是精灵 根据他们的出身设计 每队已经选择好了他们的岛屿 种族方面是四兽,一人,三精,两矮 下一步,来放置他们的人口 是的,世界就是这么的不平等 有的队伍开局只有五人 而有的队伍开局达到了八十人 然后添加完成最后一步 四元的馈赠 这里我们还是使用黄金 这相必也是每个人的心愿 黄金有多有少 不知道大家选择的队伍 开局出身怎么样 配置完成 下面进入发展阶段 大岛,小岛,长岛,米在哪个岛 希望纪元五零年 感觉发展的差不多了 我们打开外交 以及全民皆兵 除此之外 我们通过mode 来让每个种族可以相互占领 而不是摧毁领地 外交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谁先动手 62年 成队宣着白队 野心勃勃 一个大岛还不满足 64年 青队宣着红队 绿队呢 则见义勇为 宣战了青队 很快 黑队宣着黄队 紫队宣着宗队 蓝队宣战黑队 70年 首波进攻开始了 成队直接登岛 从岛的东侧展开进攻 成队来势汹汹 白队何去何走 同时间 紫队占领了两块未开发区 而绿队也攻入了青队领地 看出来了 青队发展的不是很乐观 绿队绝定从西侧攻打 75年 白队夺回领地 青队被两面包夹 紫队则长驱直下 根本没把宗队放在眼里 76年 青队剩下一个小小岛 然而他们放弃了吗 并没有 他们站在对岸 剑拔弩张 另一边 紫队的推进也非常顺利 位于长短的宗队 竟然防御不住小岛紫队 78年 绿队和青队达成和谈 眼看紫队的威风越来越大 宗队出手了 他们从紫队小岛的西南侧攻入 等快被紫队完美防下 而宗队本土的状况如何呢 只能说是让紫队为所欲为 这个时候 我在纳闷 绿队为何要与青队和谈 甚至他们组建了一个同盟 青绿联盟 难道这就可以击败其他选手了吗 我们继续观看 这个时候 综队已经吃不消了 果然领地的大小不能完全影响强弱 82年 综队淘汰 88年 黄队学着红队 而白队这边 则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 正当成队进攻白队领地的时候 成队的国王竟然与白队和谈了 刚才还在说 我要杀个精光 的成队士兵 这下肯定会受到热情款待了 黄队和成队的牵挂类似 但黑队非常讲究 有自己的传 送黄队回去 91年 难度升级 红队挑战1V3 敌道开胃菜 绿队伺候 紧接着94年 黄队攻入红队 同时 黑队攻入蓝队小岛 黑队真是不远万里而来啊 这边 绿队又从另一个方向进攻 而紫队也加入了这场 瓜分盛宴 就这样 红队被三个队伍迅速瓜分 97年 蓝队和红队携手淘汰 这边 白队竟然有勇气宣战绿队 结果是 他们和成队结盟了 成白联盟人口 超过青绿联盟 两个联盟 只能留一个 谁会被踩在脚下呢 正当青绿联盟和成白联盟 打得火热的时候 黄队宣战了绿队 紫队宣战了白队 这是什么操作 局面似乎变得更加复杂了 大家认为这层宣战关系中 谁更占优呢 114年 两大联盟居然双双崩溃了 黄队甚至直接淘汰了青队 白队和成队 也是被打得四分五裂 116年 成队淘汰 至少从人口排名上来说 白队下场 至少比绿队好一点 然而 黄队和紫队 并没有停止进攻的意思 看来他们打算是咬住不放了 这时候 我看出黑队一脸吃瓜的样子 表现过于松弛 往往这种时候 真相只有一个 黑队与紫队达成同盟 黑紫联盟出现 这支联盟的实力 完全超越了之前的两个联盟 他们会走到最后吗 127年 黄队放弃进攻绿队 而紫队则把剩下的火 交给了黑队 黑队作为主战军 是否能完成任务呢 129年 白队竟然夺回了自己的岛屿 紫队只好亲自下手 138年 一路败退的白队来到了绿队附近 他们希望绿队拔刀相助 绿队只能两面插刀 亲手解决了白队 很快 紫队有了新的战争计划 148年 紫队宣战黄队 于是 黄队只能和绿队结为同盟 共同抵抗黑子联盟 战争开始后 绿队被推在了最前面 他们的冲进力度还是不错的 只不过人力被现在的盟友 在几年前削弱了许多 否则还真有可能进入决赛 186年 绿队淘汰 黄队只能孤军作战了 227年 黑子联盟决裂 自队宣战黑队 自从结盟后 这黑队真是一点好处也没有捞到啊 260年 胜负一分 攻击自队淘汰其他选手 成功获得本期比赛的冠军